发烧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天气真的是好热 台东泰马里在今天上午出现了焚风 在9点20分的时候就标出了39.5度的高温 气象局预估这几天双北地区的体感温度会来到41度 而且至少连续热5天 不过气象局也说了 本周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 迎风面的南部地区有大雨 其他地区以午后震雨为主 10号以后雨区扩大雨势会更加明显 午后降雨过后可能会慢慢降温 夜日当头 博油路散出热气 台东艳阳高照 民众汗流加倍 因为早上9点20分受到西南风沉降增温的影响 台东泰马里气象站测出了39.5度的高温 暖气一样 非常的热 真的很热 我们黑的还更黑 那个冷气的温度是32度 两台电商还拖地 到天亮还是31度 民众喊热 饮料店买气人气旺到不行 台东泰马里宛如成了大火炉 不只是台东热番 气象局估计 全台正午天体感温度恐怕都会高得吓人 包括北北基还有宜兰都会来到41度 中部 南部39度 花冬也有38度 那礼拜四之前呢 因为水气比较多 所以相对湿度的感 湿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体感温度自然就会比较高 也就是大家所谓比较闷热的感觉 高温至少持续一周 实际的温度气象局预测 中部以北的高温大约都有35 36度 花冬只是要注意有焚风的发生 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 其他地区以午后累震雨为主 10号开始 雨区扩大 雨势更明显 午后降雨过后可能会慢慢降温 记得台北台东 坐我们的 再来满 enfim根本是